这有一位 这是菩萨还是佛祖 咋也闹不清 面目猙獰 还用绳子给绑上了 看这绳子 这里有一个荒废的大殿 看这里写着什么 财神殿 有一个大佛背对着我们 门口有一个大佛拦腰折断了 这是遭遇到什么 外部的力量造成的吗 来 您好 有人吗 哇 这不是财神殿吗 这上面怎么都是道家的人物呢 感觉像是没完工一样 还搭着架子呢 看这地上的这些雕像 上面全是土啊 这还有一个灵铜 这窗檀上有一个 依稀能看到是一个老头 可能是葫芦寿三位中的一个吧 这地上还有一个麒麟 看着关公上面的城图 这个地方荒废了十几年了 这个地方不是叫财神殿吗 底下倒是有一堆的财神殿 那这里写着太清太上老君 丰都北阴大地 这也不知道谁是谁呀 这地上扔着一张床 还有这么多的衣服 裤子鞋之类的 这有一位 这是菩萨还是佛祖啊 咋也弄不清啊 你看这位手里捧着一卷书 你看 香火已经没有了 这是啥呀 六十四卦 这个是算卦的 哇 这位好像是老子对吧 还是谁呀 我记得上学跟上学的时候 课本上还有呢 有点像老子呀 这里边想必应该是我孔子啥的吧 你看这位 肩膀上还趴着一条蛇是啥呀 地上怎么有这么多糯米啊 大米还是糯米啊 看这地上 这里有一个大神 你看手里边拿着金元宝 一个手拿着一个简 面目猙獰 还用绳子给绑上了 看这绳子 哦 这都快烂了 这也叫不出名字来呀 哇 这是用泥巴做的 里边是草啊 外边是泥巴 你看这关公 关公的手都没有了 大刀也没了 哦 你看就连大殿上的门都被人给拆了 你看这边应该以前也是个大殿哦 这柱子都立起来了 可惜已经停工了 这你说投资了这么多钱 结果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想想还是挺可惜的呀 这这这得花多少钱呀 咱们姑且称它为道观吧 这个道观 占地四百五十亩 但是据说只有八个大殿 但是只完工了六个 你看这边上边有一个大殿 上面那个应该是主殿吧 咱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上去的那个入口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殿 这个殿不知道是做啥的 咱们去看一下哦 你看这么大的面积 哇 感觉来的时机不对啊 这要是夏天或者秋天来的话 肯定 风景也挺美的 但是你看现在来的话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挺荒凉的 这座宏伟的大殿叫药王殿 这好都是用毛笔写上去的呀 这门怎么打不开呀 里边看着挺荒凉呀 这药王是孙思淼对吧 这个里边比一包任何一个店都破败呀 但是你看这外边的窗户上面 全是尘土 老旧 你看这香火还 还不多 不过挺奇怪哈 这个药王店咋进不去呢 你看 这好像是底下哪锁着呢 里边锁着呢 这怎么锁上的 这是不是药王不喜欢被人打扰啊 哎呦 看了个寂寞呀 这里还正在一辆破车啊 这个车人在这的年团应该挺长了 这里是偏店啊 你好 有人没得 哇 这里边一张大床 不是房间这么窄呀 这是 这还有一棵宝葫芦 这是什么 什么佛光普照啥的呀 还有锅德纲的那个光盘 这里边好像是类似于那个宿舍啥的吧 不过这里边空间好像看着不是很大呀 这有个什么和园居呀 你好 有什么 这么多灰 哇 和园居里边是一个抛草的 这还有按摩床 这么多吗 这里是什么道德讲堂 还有电话呢哈 电话给人家放回去吧 这还有键盘 这个宿舍看着不来 旁边是一片那个果树外边